GamerSecret将送出价值179码币的 Omlet无线游戏手柄给9位玩家们 赶快到玩家机密脸书专页参与Giveaway活动 说到了童话故事 相信许多玩家的脑海中都浮现了各种各样的经典童话 然而由作者Carlo Collodi撰写的《木偶奇遇记》 更是儿童古典文学经典之一 只要说谎就会彼此变长的设定 也教导了孩子不要成为一个爱说谎的人 虽然《木偶奇遇记》曾经就被多次的翻拍成电影电视剧 不过玩家们又有没有看过 制作成游戏的《木偶奇遇记》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P的谎言是由NeoWiz工作室开发 受到宫崎英高的魂类游戏启发而制作的硬核魂类游戏 游戏利用黑暗的风格 重塑了知名童话故事《木偶奇遇记》 讲述皮诺丘想要成为人类的故事 游戏在发行之后并没有让大众失望 玩家们都给予了游戏极度好评 让玩家在游戏里看到了血缘诅咒 以及其他魂类游戏的身影 纷纷表示是一款好玩的缝合怪作品 而且皮的谎言也添加了一些有趣的设定 那就是玩家在游戏里与NPC对话的时候 可以选择对他们撒谎 这样的设计不只是符合童话故事皮诺丘的设定 而且玩家的选择还会影响游戏的结局发展 而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这部以童话故事为主体的魂类游戏 究竟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 在寂静的房间中 随着未知的声音呼唤着皮诺丘的名字 蓝色蝴蝶就如风霜一样 融化在皮诺丘的身上 不久之后皮诺丘睁开了他的双眼 得到了生命的能量 声音告知皮诺丘 他的名字叫做苏菲亚 游戏里苏菲亚的角色 就像是2022年皮诺丘电影里 出现的海鸥索菲亚一样 将会在旅途中引导皮诺丘冒险 他要玩家前往克拉特旅馆 表示会在那里解释一切 另外他也嘱咐玩家准备好武器 因为克拉特城市已经不在安全 在离开了房间之后 空荡的街区被狂气的人偶占据 充满着攻击性与玩家刀枪相向 插出血路来到市中心的时候 苏菲亚告诉玩家通过收集Ergo自我术 可以使用眼前这一个 名叫Stargazer的装置变得更为强大 来到了旅馆之后 苏菲亚告诉玩家 旅馆的警卫系统并不欢迎人偶 所以玩家必须撒谎才可以进入旅馆 来到了大门前 旅馆的警卫系统要求玩家表明身份 玩家向他撒谎表示自己是人类 警卫回答道 人偶是无法撒谎的 于是就相信了玩家 让玩家进入到旅馆内 旅馆的大厅中 我们也看到了苏菲亚的真面目 她是一名气质典雅迷人的女性 苏菲亚要求玩家先去寻找 独自一人前往危险区域的主人 杰佩托 在这之后会得到更多的答案 跟着杰佩托的踪迹 玩家来到爱里森城市里探索的时候 从居民的口中了解到 原来人偶发狂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灾难 同时人民也被某种蓝色的病毒侵蚀着 使人类变得像僵尸一样 而且还有变种的可能 当玩家攻击他们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 魔物的血液颜色是蓝色的 就和信件上描述的一样 代表他们是被未知病毒影响的人类 最后玩家终于在大桥上找到了杰佩托 有一名带着驴子头套的男人大叫道 人偶发狂的事件与杰佩托有重大关系 在靠近男人之后 男人认出了玩家是杰佩托的人偶后 拔刀对玩家发出攻击 面对双眼通红的男人 玩家选择了武力回应 交正了一阵子后 玩家击败了男人 男人倒下之后 杰佩托从车厢里出来指示着玩家 就好像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一样 露出此霞的笑容 上演了一场父子重逢的场景 与杰佩托对话时 他向玩家表示 他想要解决人偶发狂的问题 而身为杰佩托的人偶 玩家也提议 自己将会协助杰佩托 解决人偶发狂的计划 玩家在根据杰佩托的指引 拯救了他的友人维尼尼 击搬来制造更多人偶的机器人 福沃克 以及夺回被人偶控制的区域后 一步一步的清除克拉特城市的问题 且在探索城市的同时 也得到了许多不同地区的历史 以及种种灾难发生的悲剧小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游戏里的维尼尼 英文名Vignini 与在2019年 推出的皮诺丘的喜欢旅程里 饰演杰佩托的演员 罗贝托贝尼尼 罗贝托贝尼尼的发音 与写法极其相似 有可能是在致敬 参与皮诺丘相关作品的演员 此外 火焰机器人福沃克 则是引用了 童话中木偶戏团的木偶师的名字 在慢慢了解到更多情报之后 杰佩托要玩家尝试击败人偶王 希望人偶王的陨落 可以解决一切人偶罚狂的问题 玩家听从杰佩托的意见 前往人偶王的所在地 寻找他的存在 当玩家进入到像是各剧院的房间时 令人不安的场景 出现在玩家的眼前 一位与杰佩托十分相似的人偶 拿出了失去动力的人偶心脏 并装在另一个人偶身上 让他存活新生 就在这时 一位体型庞大的人偶 从天而降 出现在玩家的眼前 头上戴着的黄帽 宣示着他就是人偶王的身份 看见玩家的到来 他向玩家伸出邀请的手势 玩家一手回绝他的邀请 让他恼羞成怒 气愤不已 玩家与人偶王也在这里交手 身体的大笑与人偶王的速度 对皮诺丘造成了不少麻烦 必须贴身近战的玩家 在他的身指下方穿梭 并消耗他的体力 最后 随着人偶王的咆哮 他跪在了地上 盔甲开始脱落 这时 玩家看到中心有另一位人偶 顿时明白 原来 这才是人偶王的真面目 没了承重盔甲的人偶王 速度上明显加强 拿着弯刀在战场上花心的同时 气切过热散发出来的火焰 就好像过热的蒸汽火车 不断地冲向玩家一样 在长久的战斗后 人偶王最终倒了下来 属于他的格局院 也在玩家的刀下落幕了 玩家在击败人偶王之后 皮诺丘的身体开始慢慢改变 头发突然变长了 这是皮诺丘慢慢脱离人偶的证明 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人类了 玩家之后 回去向杰佩托告知 人偶王死亡的消息 杰佩托相信 失去了领头 人偶问题不会再恶化 剩下的问题 就是想办法处理那未知的病毒 杰佩托让玩家前往博览会 寻找炼金疏失 如果和传闻一样的话 他们已经研发了解药 杰佩托希望玩家前去调查 尝试取得解药 在通往博览会的途中 骇人的蓝色迷雾 充斥着整个地下通路 因病毒变异的怪物 也在通道里徘徊 为前来调查的玩家 提供了不少的麻烦 冲破怪物们围攻的玩家 在地表上 听到了愉快的音乐 暗示着玩家 已经靠近博览会的门前 在失去生气的街道上 快乐的音乐听起来 反而让人感到诡异圣人 通过搭乘小型的列车 玩家终于进入到博览会室内 曾经是展示 人偶最新科技的展览 如今却成为了 在博览会探索的时候 玩家看到类似科学怪人的 巨大人形魔物的出现 与其他怪物不同的是 他虽然有着病毒的症状 但是他可以保持自己的理智 与玩家对抗 鲁莽的进攻 露出了许多的破绽 不久玩家便将他击倒 就在这时 魔物背上的蓝色物质 植入到了他的身体里 不只让他重新获得体力 而且还变得更加棘手 虽然力量得到大幅增加 但是鲁莽的战术并没有改变 玩家小心翼翼的抓紧机会 不停的进攻 让科学怪人再一次跪下 毅力高昂的科学怪人 又再次站了起来 没完没了的战斗 对玩家来说 只有单方面的消耗 突然一个金属穿过魔物的胸膛 魔物也随之倒下 玩家们看见一位 身穿朋克风格铁甲的骑士 在不远处 骑士听见了脚步声 赶紧跪下 迎接他的主人 直接一名穿戴高帽的男人 走了出来恭喜玩家击败魔物 同时男人也介绍自己 就是玩家要找的炼金术师 西蒙 他告诉玩家 善用石化病毒 可以大幅增强人体的能力上限 开启更加美好的未来 得知玩家前来寻找解药之后 西蒙感到十分失望 皮诺球居然和其他人一样 不了解病毒的潜能 西蒙解释 通过病毒考验的人类 会排放出自我素 成为纯洁强大的物种以外 从而进化人性 让他们失去说谎的想法 根据西蒙的解释 自我素看起来就像是某种人性物质 是包含人类撒谎的精华元素 同时也是人偶们的电力来源 西蒙向玩家解释他的伟大计划之后 他便前往炼金岛 表示打算在那里开启新世界 想要去阻止西蒙的皮诺球 知道维尼尼有办法前往炼金岛 并向他寻求帮助 维尼尼告诉玩家 唯一启动可以前往炼金岛的载具 需要使用金色自我素的道具 并让玩家前去寻找 玩家根据维尼尼提供的线索 来到克拉特城市的黑暗面 人偶垃圾场来寻找道具 玩家在垃圾场的时候 注意到一个令人在意的笔记本 上面写道 这里住着一个吞噬自我素的沼泽怪物 玩家猜测 被丢弃在这里的金色自我素 可能被怪物吞噬了 于是便去寻找并击败沼泽怪物 就如玩家猜测一样 玩家在与怪物对峙的途中 怪物跑去吞噬拥有强大力量的金色自我素 以加强自己与玩家对战 在尸杀之后 玩家成功击败了怪物 并夺回了金色自我素 以用来前往炼金岛 玩家来到车站之后 苏菲亚感觉到 这里的自我素异常活跃 要玩家调查 以防炼金术师又再打坏算盘 在玩家探索城市时 意外发现到 下城区被石化的病毒侵占 导致大量损坏 就像是末日般的场景 路途上也看到大量的水晶物质 散发着狂气的迷雾 看来这里 有可能是灾难开始的跟原地 突然一阵摇晃 苏菲亚告诉玩家 他们的据点正遭受攻击 需要玩家赶紧回来支援 就在这时 西蒙的声音也响起 看来这一次的攻击 与西蒙脱不了关系 前往旅馆的路途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 散发病毒的水晶物质 病毒的蔓延不再拘于下沉 而是开始蔓延整座城市 当玩家赶回旅馆的时候 看见旅馆已被扫荡 为时已晚 惊心的是 苏菲亚并没有大碍 苏菲亚告诉玩家 杰佩托被西蒙抓走了 通过与成员们的对话 玩家得知 旅馆里有通向炼金术师基地的密道 此外 维尼尼也告知了 他会准备前往炼金岛的载具 阻止西蒙以拯救杰佩托的战术 都在有条的进行中 玩家之后 根据女士的指示 打开了通往基地的暗门 随着大门的开启 皮诺丘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迈出沉稳的步伐 追捕西蒙 在通道的另外一端 是一个巨大的洞穴系统 穿插着人造 和天然的产物 成为了迷宫 有着许多陷阱与怪物 以阻止外来者前进 在洞穴的最深处 玩家找到了 维尼尼准备好的潜水艇 并乘搭潜水艇 前去寻找西蒙的踪击 随着载具 来到了非常冷清的炼金岛 眼前也出现了一栋 大型的修道院 而在修道院里面探索时 玩家也了解到一些 关于自我术的资料 从自我术的实验提口中 玩家得知 自我术是来自人体的 记忆与精华 利用自我术驱动的人偶 之所以有着最先进的性能 正是因为他们摄取了人性 让他们脱离人偶的限制 开始有了一些情感 就像人偶也会慢慢爱上人类 不再只是单纯的主仆情感 到达修道院的最深处 我们看到了大量吸取自我术的机器 同时 西蒙的专属骑士 看见玩家的到来后 也知道玩家尝试阻止西蒙的计划 于是便堵在了高塔入口前 阻止玩家的前进 与玩家对打了一回后 玩家的实力 让骑士不惜舍弃挥甲 并借助闪电的力量 势必击败玩家 但是最后 骑士还是被玩家击败了 就在这时 高塔上发出巨大声响 玩家看街后 马上冲进高塔 避免木已沉舟 进入高塔 看到的第一个景象 是让玩家感到心寒 椅子上坐着的 正是与玩家一直交流的苏菲亚 她的身上 长出许多像是蓝色蝴蝶的物质 她一直以来 都是透过自我术的力量 与玩家远程交流 而她的本体 却困在高塔里 饱受痛苦 她希望玩家 可以回收她的自我术 让她离开这一个身体 得到自由 玩家也完成了她的心愿 让她从这永恒的牢狱中解放 解放了苏菲亚 玩家的心情沉重 但是阻止西蒙的脚步 可不能停下 于是玩家继续深入高塔 寻找西蒙的踪击 路途上 玩家也找到了 被西蒙捕捉的杰佩托 并解放了她 杰佩托告诉玩家 西蒙想要利用 大量的自我术 掌控世界 虽然不知道她的真正阴谋是什么 但是她要求玩家阻止西蒙的计划 来到了高塔 玩家看到了西蒙 已经摄取大量的自我术 强化了自己的身体 变得畸形与巨大 深信着自己就是新世界的神 想要开创 没有谎言与背叛的世界 玩家在击败了西蒙 回到杰佩托的身边的时候 杰佩托告诉玩家 她可以利用西蒙收集的自我术 让玩家变成真正的人 她要求玩家把承载她儿子记忆的心脏交给她 让她完成工程 这时一个选项浮现在玩家的眼前 如果玩家拒绝把心脏交给杰佩托的话 她就会选择无力回收玩家的心脏 操控起她的体现玩偶 与玩家决意死战 玩家在最后不敌杰佩托的人偶 被击倒在了地上 看着人偶飞跃 提着刀往玩家冲来 死亡竟在眼前 突然玩偶的刀尖在玩家的面前停下 抬头一看 原来是杰佩托注意到 玩偶想要破坏皮诺丘的心脏 于是舍身保护了玩家 玩家看着倒下的杰佩托 把握机会摧毁了人偶的心脏 结束了一切 而杰佩托也就这样死亡 故事结束 如果玩家选择听从杰佩托 把心脏交给她的话 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秒 玩家可以看见 新的人偶从杰佩托的箱子中爬出来 画面一转 重生的皮诺丘与杰佩托再次相遇 杰佩托表示 皮诺丘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男孩 暗示着眼前的皮诺丘 或许已经不再是我们所操控的他 而是杰佩托过去的孩子 焕然一新的卡洛 至于游戏还有一个真结局 玩家必须对所有人撒谎 接着收集游戏的全部资料 以及解放苏菲亚 最后 玩家与杰佩托的人偶战斗之后 将可以看到新的过场 玩家在击败人偶之后 找到苏菲亚的人偶 并将他的自我素还给了他 让他宠获生命 皮诺丘回归到没有生命的状态 倒在他的怀中 与一直引导他的苏菲亚重逢 游戏在这里结束 不过在人员名单结束之后 游戏也出现了片尾画面 从结尾里 生命NPC的对话了解到 杰佩托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让皮诺丘重生 而皮诺丘也被他们定义为新人类 而且他们似乎对玩家的机械手臂 有着非常大的兴趣 甚至还提到了另一位名叫多瑞蒂的女生 表示自己把她带过去 看来故事还有谜团没有解开 暗示着另外一个事件的开端 然而有趣的是 通过多瑞蒂最后的出场 我们可以从角色的名字 以及亮眼的红鞋特征上 大胆的猜测 这就是来自另一部童话故事 《绿野仙宗》里的女主角 陶勒斯盖尔 而当中有一名角色 西乔夫 也是有追求新的愿望 与这个游戏中 心脏的设计有些联系 这会不会是作者 为下一部游戏所埋下的伏笔呢 那么今天的影片 到这里就结束啦 游戏中的事件 一切起源都是来自于一颗 很久以前坠落在克拉特的陨石 这颗陨石 在克拉特小镇底下埋藏许久 直到某天 人们就发现到了这颗陨石的存在 炼金术师们 也在得知这颗陨石的消息后 远复而来 并从陨石中 找到了染色物质 被它们称之为自我术 经过炼金术师的研究之后 他们发现 自我术具有强大的能量 可以支撑整个克拉特城市 所有的能量供应 也就是这样 他们得以将克拉特城市 引导进入到黄金时代 之后 在自我术结合了人偶的技术后 人偶也开始有了感情 于是 城市开始采用了自我术 与人偶的技术 把克拉特城市自动化 成为发展蓬勃的区域 虽然自我术 带给人们科技与繁华 但是同时 也带给人们死化病 死化病 除了会转换人体结构之外 也会给予患者 极大的痛苦而死亡 即使存活下来的人 也会变得疯狂 具有攻击性 变成可怕的怪物 但是 炼金术师西蒙 观点却不同 他相信 病毒是通过消耗人体内的自我术 而强化身体的方法 于是 他研发了药物 加快病毒消耗自我术的过程 也因此 让大量没消耗完成 又带着病毒的自我术 开始在空气中蔓延 影响了利用自我术驱动的人偶们 于是 人偶带有死化病的攻击性 突然开始攻击人类 这也是克拉特悲剧的开始 不知道玩家们 对于批的谎言的剧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也可以把自己的推断 在底下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